1965年,人類的太空船第一次掠過火星 而在1997年,香港理工大學的科研人員 成功研製出岩森取氧氣 獲得歐洲太空總署委任 成為第一批參與火星探索的香港人 理大的專家花了六年,不斷研究和改良 岩森取氧氣終於2003年6月 隨著登陸船獵犬2號升空,向火星進發 岩森取氧氣是由理大的科研人員發明 設計和製造,主要成員包括 五次全醫生、容啟亮教授 余俊豪先生、陳超祥先生和黃河青博士 最初的意念是來自牙科醫生專用的一把鉗 在牙科那裡,我就有一個鉗 我自己發明的鉗 20年前,我記得我看電視 那個太空人好像掉了一顆螺絲 在外太空工作的時候 不如我從那天開始設計一個鉗給太空人 我就寫信去俄羅斯太空署 認為我的鉗很有用 他邀請我去牧師科 他第一句就說,我們甚麼都有,你來做甚麼 五醫生這個鉗的設計有一個獨特處 他最能夠使太空人容易來方便 就是他可以增加太空人手的靈活性 李大將五醫生的概念 發展成太空磁陷鉗 更被俄羅斯太空總署採用 我們要帶他一個儀器上了我平均的太空站 就給我一個很大的信心 憑著這股信心,加上經驗、知識和技術 幾位專家將更多新的想法付諸實踐 最後製成岩芯取氧器 參與歐洲太空總署火星快車計劃 李大亦都進入了研發太空工具的新階段 岩芯取氧器的大小約等於一隻手掌 重370克,耗電量小次兩伏特 是很符合太空操作要求最精密的儀器 當登陸船在火星表面四處搜索 岩芯取氧器亦開始工作 它特有的鑽嘴會開成兩邊 鑽入火星的岩石之後 以磨、鑽、滑、爪幾種方式 抽取闊兩毫米、長兩毫米、高六毫米的土質樣本 然後會像筷子般將樣本很靈活地夾走 帶回地球研究 其實發展這個太空工具 李大的專家克服了不少技術困難 我們起飛和降落的時候很大的震盪 變成我們每一個儀器都要能夠抵受 200倍的地深級率的震盪 以及在太空中要經過不同的環境轉變 比如溫渣等到打開要立即工作 當我們這個岩芯採樣器的概念形成了之後 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將這個概念 利用一個實體軟件 將這個具體設計做出來 我們會利用工業中心這些設備 然後盡量照圖按照圖的要求 加工製造部件出來 做個岩芯採樣器的時候的困難 相信最重要就是它比較複雜 重量、用電量和每一件小小零件的選料 都是出現一個很大的考驗 我們利用了這個軟件造模型之後 我們就可以大大減少了在製造而產生的錯誤 幫助我們順利在最短的時間裏面 將這個產品設計成功 自己在這邊試到OK了 裝備完之後就要將它送去UK那邊 每次又有修改 前後我們經歷的起碼就是4至5年 岩芯採樣器獲得多個香港和國際獎項 包括2000年香港十大技術工程項目 追距創意獎 香港結出領袖選舉 1010創意大獎 以及01年比利時布魯塞爾第50屆 世界創新科技博覽會金獎 理大的科研人員 並沒有因為這些榮耀 而停止他們在太空科技上的研發 在今年我們落實了一個中俄合作項目 這個項目就是火衛一號 我們所參與的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設計一個叫做恒星表土準備系統 這個輕巧的系統將會用來磨碎和篩取火星 衛星Phobos的黎石 即場分析 找出到底上面有沒有生物存在 我們實在在做這些東西為了什麼呢 最後靈機一族就是為了去火星找生物 因為如果在火星找到生物 就算是宇宙都是生物 在太空探索的旅程上 李大將會繼續努力 為人類太空研究發展出一分力 我們未必會再質疑 我們未必會再質疑 我們未必會再質疑